3 月要退出的遊戲陣容可以說是神仙打架 一款比一款的奢侈還要浩打 蜜大腿萊莎的煉金工坊 3 終結之煉金術士與祕密鑰匙終於要登場了 從公開消息就備受矚目的高難度動作遊戲 臥龍蒼天隱落 也將在 3 月初上見考驗各位玩家化解的功力 月底還有 Capcom 為各位翻上最香冷飯 惡靈古堡 4 重製版 帶你和高姓李昂一同重回精彩冒險 現在就起來看看《珍貨虎藏龍》的3 月 《第玩瘋精選》22 款值得期待的作品 由仁王團隊廷靈掌開發 結合三國的高難度動作遊戲《沃龍蒼天隱落》 在 3 月 3 日先發登場 我們將化身為無名義勇兵 來到東漢末年 運用化解、武器和仙術行流水的擊敗各種妖兵魔將 挑戰技術的極限 看你將一敗土地還是克敵致勝 在 3 月 3 日於 Switch 上推出中文版的 《災難偵探摘牙》 《不合理的怪奇事件》 是由銅提燈系列小說家黑死狼 七手插畫家大黑天共同製作的災難談冒險遊戲 處處充滿著克蘇魯神話的精髓 節奏明快的搞笑故事 透過遊戲可以享受到超自然現象和懸疑劇的趣味 經典恐怖 RPG IB 要在 Switch 推出中文重製版 在那個灰色籠罩天空的午後 我們將再次跟著IB 帶著手帕來到美術館參觀 一邊聽著驚悚的 BGM 一邊活用藝術品來解開謎題 和風恐怖遊戲凌月時的假面 終於要在 3 月 9 日推出 Remastered 版本 遊戲將畫質全面提升 手電筒帶來的光雲影的表現更為真實 讓你再次跟著少女 拿好攝影機探索龍月島 這回還追加了新服裝 跟自由配置角色和怨靈姿勢的拍照模式 保證能拍好拍滿 體驗身歷其境的恐懼 收錄了《閃電風暴》系列新機版三部曲 Ray Force、Ray Storm 跟Ray Crysis 的合輯移植作品 《閃電風暴》大型電玩言表 在 3 月 9 日於 PS4 跟 Switch 推出 要帶給你當年的感動 這回搭載了 Save & Load 功能 應該能成功破關了吧 誰說主角一定是勇者 這款考驗身心合一的動作遊戲 鬼族 舞者勵志傳 我們要扮演挑戰過淘汰狼 鬼王軍中唯一的信塵戰士空派 來到四面環島的鬼市島 與搭檔崩玩一同喚醒鬼族體內的力量 看了讓人直呼太可愛 以 DC 超級英雄為主角的開放世界冒險 RPG DC 正義聯盟 宇宙混亂 將於 3 月 10 日推出 本作支援雙人遊玩 我們可以扮演超人、蝙蝠俠和神力女超人 跟其他超級英雄組隊 攜手對抗來自第五空間的導彈先生 Ubisoft 旗下城市建設策略遊戲系列最新作 《美麗新世界1800》 在 3 月 16 日要在次世代主機平台推出 重新打造了遊玩介面和操作玩法 包含 PC 版本已經推出的所有免費更新 在 PS5 和 Xbox Series X 跟 S 打造你的最強帝國 眼鏡加黑絲 那在三代會本亮相的可愛魔女 3 月 17 日要在 Switch 推出 《備用妮塔起源 瑟雷莎與迷失的惡魔》 補玩魔女的年幼故事囉 我們將同時操作 瑟雷莎和小柴貓來到競技森林 攜手解謎和戰鬥 活用魔女和惡魔的強項 迎戰來襲的妖精們 第三人稱動作射擊遊戲 以及來自飛行 3 月 21 日要在 Switch 上推出中文版 作為幸存於後末日世界上的人類 我們要拿起槍械迎戰各種巨大 Boss 不過一個人可能會彈藥不足 找好朋友一起來連線刷刷刷吧 由獨立團隊 Magic Design Studios 開發 Rogelike 動作冒險遊戲 Have a Nice Step 在 3 月 22 日於 PC 跟 Switch 平台推出 我們要化身冥界創辦人兼 CEO 的死神 藉由 30 種不同的武器和咒語 來創作出毀滅的勾起組合 前去視察那些不用心的部門經理 儘管拿出你的真實力 告訴他們誰才是老大 蒼藍雷霆團隊要在 3 月 23 日 推出全新動作冒險遊戲 少女魔鏡 姐妹高中生為了讓學校恢復原狀 所以挺身而出與惡魔對抗 一人要舉起衝鋒槍 一人使用折子的切換玩法 兩個角色能夠同時操作 才能夠做出互相配合的動作 挑戰隨著多輪遊玩而變化的內容 老牌射擊遊戲 R-Type 系列 在 3 月要在 PS5 推出新作 R-Type Final 3 全面進化 以 R-Type Final 2 內容為基礎追加全新關卡 並新增可以用虛擬實境 來體驗觸發場面的 VR 觸發模式 不知道搭配 PSVR 2 體驗會不會很厲害呢 香噴噴的蜜大腿萊莎重要在 3 月 23 日 推出系列最終章 萊莎的煉金攻防 3 終結之煉金術式與秘密鑰匙 本次新增了全面的鑰匙系統 無論戰鬥煉金都能抽來使用 地圖也改採無接送方式 遊戲體驗全面進化 讓你無遺憾的跟萊莎 一起度過最後一個夏日冒險 惡靈古堡系列最具代表性 大家呼聲最高期待值也最高的惡靈古堡 4 現在重製版要在 3 月 24 日推出 遊戲不只是決升級 畫面也採用了更陰森的路線 我們將跟著身經擺戰的里昂 拿著能扛起電具的小刀 前往歐洲小鎮營救美國總統之女 重製過最多次的四代 這次能再創高峰嗎 嚴渡棒球遊戲 MLB 的 SHOW 23 將在 3 月 28 日登場 一元女的棒球夢 操作喜愛的球員挑戰對手 這次也支援跨平台遊玩 跨平台存檔 以及跨平台進度共享 創造屬於你的 MLB 時刻 震撼全場 劇情幽默風趣的戰術 RPG 妖精劍士 F Refrain Core 中文版要在 3 月 30 日推出 將系列主要角色齊聚一堂 被稱為歌姬的角色粉末登場 藉由歌曲強化我方角色的特殊技能 還能夠將敵我雙方的歌聲重疊混搭 感受前所未有的戲劇性共鳴 《復活血神》迎由詩人之歌 Remastered 是 1992 年首度於 Super Famicom 推出 2005 年重製為 PlayStation 2 版本 在 3 月 30 日要再度在 PS5、 PS4 還有 Switch 重出江湖 《復活血神》迎由詩人之歌 Remastered 中文版 採用了自由劇本系統 我們可以在 8 名主角中選擇 1 名主角 享受隨著選擇而變化的劇情 遊戲維持了系列特有的閃霧和聯繫等戰鬥系統 終於可以用中文玩就是開心啦 由 Square Enix 授權波蘭 Forever Entertainment 製作的雷霆任務 FIRST 重製版 將在 3 月 30 日推出 Switch 實體版 以 2090 年的未來世界為背景 描寫由裝甲機器人所主導的戰爭故事 這次重製版採用 3D 繪圖 重現原作的 45 度斜向視角戰略地圖 並強化畫質與特效 讓我們制定戰略運用地形 來安排火力布局 關攻對手吧 自 2009 年發售有著超婆陣容的符文工廠 3 3 月 30 日將在 Switch 上華麗重生 推出符文工廠 3 豪華版 而且是中文版的喔 讓你輕鬆在人與魔物之間轉換 展開奇幻生活 這次還追加新婚生活 不知道各位想好自己的結婚後補了嗎 以上就是電玩瘋精選 3 月值得期待的 22 款遊戲 在你口袋名單中的 我想一定有肖香大腿來殺最後的夏日冒險 看高星女羊被艾樹莉還有殭屍各種月 還有畫風超可愛的獨立遊戲 還有本 Nice Death 感覺也不能錯過 哪一款是你一定會玩的呢 歡迎留言給我們知道 看到有想要入手的遊戲 也可以到巴哈雙城去逛逛 底下的影片說明處都有幫你貼心的放上連結囉 喜歡我們的整理影片就請訂閱頻道 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